第290课 我所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幸福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环顾四周时 你会发现大部分人并没有看到眼前的幸福 他们看到的是世界的问题 这令他们觉得自己十分悲惨 并认为世界是罪魁祸首 但事实上 是他们自己选择着眼在世间的罪 并相信那些罪是真实的 请着眼在美善 着眼在令人愉快的是 着眼在美丽 着眼在仁慈 着眼在提振人心的是 这样你就会感到幸福 并因此在这个世界的振动频率上 添加更高的振动频率 终究来说 世界的振动频率 乃是你们集体心灵的总和 包括所有人的信念和想法 须知 你将会对世界及他的疗愈 提出更多贡献 胜过那些着眼在小我游乐场的罪过 及恐惧景象的人 他们只是在那里焦急苦恼 嘴里说着多么可怕的世界啊 你有选择的余地 你是要选择爱 幸福和振奋 或是相信小我的谎言 而潜入痛苦的污水坑 并跟着其他无知的人沉浸其中 小我会说服你相信 哀叹现状是解除痛苦的方式 但事实并非如此 须知 你给予能量的对象会日益强大 因此 着眼于世间的痛苦和灾难 并让它击溃你 便是在助长苦难 你正在助长你所着眼的事物 因此 请助长光明 助长幸福 助长喜悦 你想要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自己先成为那样吧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学